最近在澳洲的一个知名超市 Kmart得罪人了 得罪的可不是一般人 得罪的是有某人 咋回事呢 我给大家看张照片 这个看上去画着圣诞树 好像是跟英语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差不多的一个印花布袋子 乍一看没啥问题 但是仔细看一下 Hammas是不是跟哈姆斯差不多 于是澳洲有某人协会的人 看了之后很生气的说了 你们这不是夹带四货吗 啥意思 你们想爱吃啥 他们就向Kmart投诉了 那人家超市说了 你着实是想多了 Hammas是英语里边火腿的意思 我们这袋子里边装的就是火腿 我们只不过是玩了个梗 祝大家圣诞火腿快乐 你这想哪去了 可是有某人一向都是自认自己地位高贵 能服气吗 肯定不能 所以他们正是跟超市申诉 这么说的 我们怀疑某些产品经理 可能会给你们超市带来一些尴尬 所以我们已经礼貌的写信 给你们Kmart母公司建议下架开产品了 听明白了吧 人家甚至傲娇的告诉你 咋的 我直接往上面投诉你们了 看你们怎么办 此事一出 在澳洲本地引起了热议 至于超市到底是不是夹带私货 这个问题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答案了 公开场合的话 恐怕是得不到明确回答的 这个咱们都懂 不过迫于上边的压力 听说他们已经从货架和网上都下架了 这些袋子了 这个我们也都能想得到 毕竟有某资本的力量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他们能操控的可是有很多的 对吧 事实上在澳洲最近还出了一档子事儿 昨天不是一年一度的澳洲墨尔本贝塞马日吗 除了我昨天讲过的 有人停一大货车在马路中间 出来支持巴引起混乱之外 参加这个盛大庆祝活动的 不是有好多澳洲本地的名人商人 网红之类的吗 就有一位阿德莱德的女商人 穿着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裙装出来 这衣服可有讲究了 正面写着环巴自由 背面写着人道主义在哪里停火等字样 然后这身衣服在澳洲这么重要 盛大公开的场合穿出来 可想而知又引起骚动了 对于这条裙子引发的争议 有某社区呼吁 你们塞马俱乐部应该禁止 但是根据目前的信息 她的服装并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则 这位女商人还说了 我要表达的是 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澳洲需要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采取立场 还说了需要制止 在巴发生的悲惨事件 我就是要在墨尔本贝这么重大的场合 站出来为此事发生 没有比这个场合更合适的了 这话说的 这大姐真是正面硬刚 咱说通过衣服表达支持巴的立场 这算不算夹带私货呢 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总之最近在澳洲 真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挺巴 明着迫于有某社区和资本的压力 很多人没办法操作 于是就想出来这些五花八门的方法 夹带私货这个词 我们原来用的时候 多少带点贬义色彩 当然那些反对他们的人 用夹带私货倒也合适 我没办法给这种做法 定义是夹带私货还是有效 避开对相关观点表达的限制 这就是观点和角度的不同了 但是我可以说的是 这次即便是西方欧美的很多人 都意识到巴人民在遭受的苦难 但因为美以在想方设法的控制舆论 所以想要发生弹劾容易 那些想到方法绕开封锁的人们 也着实是用了心的 最后还是那句反对霸权 愿世界和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型的时候